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船收看齐古章 我是黄培硕 大船这一段我说他走得相当的漂亮 他是一个出声段 一个一掌蓝蝶的结构 那一个出声段一呢 ABC拉回来二第二波 那现在应该往上再走一个第三段 一个小主声段 其实这盘式我说 他这个地方整理的结构有没有 你不管他怎么整理 多整理一次少整理都一样 这个整理完反正就是要往上走这个第三波 那你个股部份你就不要管大盘 那当然指数的部分要比较拿捏 那这一段现在他应该正式在推了 正式在推就是一个第三小波 第三小波 那整个结构这个都位在这个大V波的架构里面 这个整个盘式结构其实没什么好分析 因为其实现在这段的重点是操作 盘式已经好久以前 整七月七号 七月七号这个地方 我说这一段下来结构结束了 然后ABC这个西波一旦走出一掌蓝蓝结构 这一段就宣告结束 那这很有机会就是大A波的落地 然后接下来都是一个大V波 那大A波它从18619下来走了六个月 走了六个月 所以这个大V波应该会超过 所以这段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你要好好地把握 因为你这段期间个股 你看特别个股的话 它不会轮涨 对不对 它不会起涨 它会轮涨 那所以是好机会 因为你这个做完 然后换下一批 那下一批还在低档等你 甚至还更便宜在等你 尤其是现在 特别之前我们跟你谈的两种主流 一个是独树一个强势主流 当然这是多头结构一路往上推 那现在大V波里面的刚出生段走完 那个第二波整理也走完 现在启动那个第三小波 是一个小组生段的结构 接下来就要更特别注意这一类型的 叫做名门正派底部转强的 差不多今天当然应该 特别会有所感觉的 有些就是说底部转强的个股 开始拉的速度就加快了 就加快了 这个部分我们也准备了大概有五六档 有五六档这个准备都一一来布局 都一一来布局 什么阶段操作什么股票 那这都在之前就跟你谈过了 那些底部转强 明门正派的底部转强的个股呢 你第一个当然是 它转强能够转得多强 后面那个营运动能是重点 重点是你这个结构要叠完 下底结构要完整 完整以后它就 刚开始会打底打很久 你看像这个初生段 特别像这种大盘相对这个初生段 然后第二波整理这个 那些明门正派底部转强的个股 几乎都在打底 那现在开始走第三小坡上来 搭配这个盘式结构 走第三小坡上来 大概打底有的就差不多了 开始要启动了 开始要启动了 所以这个地方根据你脚步来 头部有根据你脚步来 我说现这段的行情分析不是重点 这个行情很简单 没什么好特别分析的 操作 头部操作才是重点 操作才是重点 好 我从7号来谈 7月7号12345坡 这个叫下跌结构完整 我说会反弹 不是跌很深 而是完整结构 它就会反弹 有没有 那当下是3 那我们这个跟你谈的都要有所本 追踪每一段环节要这样 你这123 那你就整理完是不是还个第5坡 我说未必 因为它整个拉下来的结构 你这看这个小溪坡 小溪坡如果它走出一个 一掌难底的结构 就不会有第5小坡下来破底 那表示就是这个低点就是成立了 13832 那果不其然 因为那一天 7月15号这溪坡还在走 快要成型 还没啦 7月18就来了 怎么说这7月18就来了 这个结构已经很明朗了 叫做什么 一掌难底的结构 怎么说这一掌难底出现的话 我就可以很肯定说 虽然那时候还没有13 那还没有14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要确认它不会第5坡下来的话 这个14 你这个第4坡下来 这个要重叠啦 可是那时候不用重叠 怎么说不用重叠 我们就知道说它不会走第5坡了 因为它结构已经出现 叫做一掌难底的结构 这个西坡你就照那个算就知道 一上去就是肯定超过 那肯定超过以后它就不会怎么 不会有第5小坡下跌 所以我说这个西坡 这个叫一掌难底的结构 这个一旦成型我就定掉了 定掉这个就 这个低点就有效的 确认了13832 大一坡落底 接下来大逼坡 大盘也是一样 13928落底 接下来大逼坡 那这个时间会很久 差不多这段是半年 这段 从18619下来13928 这段是半年 大逼坡肯定会超过 所以这段时间你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做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情 当然你现在 比如说现在是第三小坡组成段 当然速度比较快一点 可是像你看 这种第二坡的时候 整理就很久 那是第一坡还涨 那它是一个易涨的结构 它慢慢的涨 这种结构都没什么特别 可是你结构要清楚 那现在这一段 当然可能也许比较快 可是你看 这些东西你个股操作都一样 你就是什么 不要过度追高 拉回来注意它的买点 那个股选好就没有问题 每次那个拉回来 有时候都是 感觉都好像 整个盘又要转下来 其实不是 又是提供另外一个好买点 好 这些结构 我们这些结构都是大逼坡的特性 其实我之前都一路 一一的都有点出来 一一的都预告在前面 那现在事实 整个盘式结构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个股 它都一一的在发生 而且是现在进行事 有没有 好 那确认以后 当然重点不要 长线就不用追踪 这短线就好 来 从13850上来这个西坡 那我说这个西坡 会发展成未来 往上的出生段 那易涨难跌 什么时候跌 它完整结构就会跌 13850 13850到14907 完整结构12345坡 它就会开始整理 有没有 那这一整理整理很久 从13850到14907 完整结构12345坡 好 一 我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出生段 那这个二整理 拉拉回回整理 反正整理完 它总是一个 会有一个第三坡往上走 一定会有一个第三坡往上走 它现在正在走 现在正在走 那这14461就是那时候 两岸还还紧张 有没有 还紧张 照就说有一个低点 在当下我们还是 他还是 你不要被这片了 还是一样第三坡往上 那果不起来你看 从14461就一路上来 这叫第三坡 第三坡 那144也是很漂亮 那个细微坡 为什么要到14461 也是五小坡 下跌结果也相当漂亮 可以往上走 这都细微卖动 就从14461上来 14461再来 它上来 它先走一段 也没有办法到15020 这一坡到底 这一坡到底 我说它是一个一 如果你这个第三坡 这个第三坡的话 你这个是一个一 然后拉回来二 这地方很有机会 然后往上走三 对不对 今天就上来 这结构就是 我们看比较常 14461上来是第三坡 前面这个第一坡 不要追踪了 然后这边整理第二坡 从14461上来是第三坡 括号的 括号的 比较中极数的 比较中极数的 14461上来 14461上来在这里 这第三坡 第三坡里面 它会细分一些小细微坡 我说这第一个卖动是一坡到底 到15020 这个卖动 然后它做一个整理 穿头破底 穿头破底 昨天破底14832 15065 穿头破底14832 我说你不要看它好像破底 昨天跟你谈到 我们昨天还是一样 昨天还是标二而已 你这个还是一个三上来 还是一个三上来 今天就上来 其实我也跟你谈到说 大概应该不是昨天夜盘出现第一点 不然就今天早盘 就直接上去 15191又过高了 差不多15191 那现在应该比较明显 这个第三坡就是这个第三坡 它正在启动当中对不对 启动当中这个是括号的比较中极数的 细微坡应该是长这样 14461上来 它应该是一个第一坡 然后拉回来第二坡 当然你这个第二坡 你可以结束在这个地面 也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整理 最低点在 我是标最低最高 14832 比如说它的结构 你可以把它视为说 它是一个ABCXABC这种结构 它从这里 这个变成说它没有在破低 不然如果说它破低 它比较漂亮是ABCXABC 不过这都一样 都两点都差不多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还没有那么低 这结构是都差不多 就是一样类似 其实它整体应该整理在这边结束 那直接跳上来 那以最低点当然 我们就写最低 14832 这样开始整个应该在走 这个叫第三小坡 这个叫做三之三 今天来到15191 15191 那应该一样 那结构持续 应该是在正在运行当中 结构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其实昨天那个演讲 大概就忽之欲出了 忽之欲出 那今天就更明朗了 更明朗 那整个架构就是长这样 头部这结构就很清晰 这没什么好特别 就第三坡正在走 就这么讲 那当然这个第三坡 之前我们有谈到 选择权的部分 我们有布局了 看期待 下礼拜三结算 明天礼拜五 有时候都快要到结算前 还有时候还走很快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这个选择权 这个超级任务 这个资金 所以这一坡 我说第三坡 我们面对第三坡 我们是有布局 资金控管很重要 那上次做的那个 是一个小西坡也很漂亮 三天就那个就五倍了 56年买了这个 这三天呢 294就是五倍嘛 56 294嘛 有没有 这是33点买的嘛 这个就七倍 差不多这三天 5月26号 5月26号 5月26号的话 这6月1号 这中间有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才三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 33到这边231 也有七倍 也有七倍 那期待看这一次看 有没有机会 大获全胜 好 有没有机会大获全胜 那这一次结算完 一样下一次应该还是有机会 因为它现在面临到 第三至三里面的正在运行当中 那当然它里面会有些细微的脉动 会有些细微脉动 好 应该还可以做 好 比如说8月份做完 可能9月份的 应该还持续一样 还可以再操作 好 这选择权的部分 哪一样的部分的话 你要去抓它 哪一个脉动 它走得比较快的那个脉动 才有办法操作 否则像如果一天到晚 在这边整理整理的话 就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操作 那是一个机会才 机会才 要耐心 都会要耐心 按着讯息来操作就好了 这是齐全的部分 有兴趣认同理念的 跟上脚步来 跟上脚步来 好 那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来 我们来先谈这一档 这一档也是我们这一谈的 叫独树一格强势主流的 其中是16245的立端 像我从620到一路在操作 做这个已经做了N次了 做了N次 那其实像你看我们学的这些 独树一格强势主流个股 你看它的方向性 都是在往上走 都一路是在往上走 在创高 一路创高 当然创高拉回 创高会拉回 创高会拉回 有没有 可是它的结构 你注意它是一个在 往右上角运行的方向的个股 等于是一个多头循环 那这些个股 我们跟你谈的这些个股 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你自己给它看 那个都是 几乎都有爆点 几乎都是有爆点的 有没有 来 这个拉回你注意到它的买点 不用去追高拉回买 其实这个拉回买 大概已经确定它要往上 那时候拉回买 620又买买578 有没有 578 620买578 特别你看 像 你620买578 620在这里 你买578 那我们就做这一段 做这一段 做这一段 有没有 做这一段 这一段的大盘 其实是怎样 620在这里 是往下还在跌 可以往下还跌 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说 大盘可能还修正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买了一些个股 你精挑细选就好了 其实有没有 好 那结构来 620在这里 578买 578买你看 它长得很快 620 578买 很快长到71.5 71.5 那一天我们先出掉 出的真的是最漂亮 这应该是100分的 629为什么要出 629因为它 这个9坡格局 先暂时结束 这细微坡 15分钟线 9坡格局 它就一个慢动结束 结束你看 我们629 有没有 12月26号 12点26分 这个把它施加出清 出706 成为578 那也不错 不错完以后 出清完以后 你看它拉回来 拉回来我们才会去 注意它的买点 有没有 这个你不要去追高 拉回来 59又在这里 这一段走完 做完然后拉回来 拉回来我们才又往上走 你不用过度去追高 那上去以后 592又一路上去 最高到739 到739 592又跑到739 好那739以后 你看它又拉回 739就是这一段 这592这边 当然这里到这里 我们不只做两次 不只 好到739它回来 回来这里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应该还是往上发展 好因为你不管你怎么看 你说这个结构 这边有一组 那没有关系 你这边是另外一组的推升 细微波一二 这个还是要往上推 那你说这边推 这下还是要往上推 所以这个结构有好几种 目前它 它那个细微波的部分 不管哪一种规划 其实应该都还是要往上走 都还是要往上走 那往上走就很简单 那这个还是撑拉回 才会再买方 对不对 这是今天的立端 所以就拉回来拉回来 因为它大概也没什么低点 本来想等低一点没有 没有你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往上做 因为它就是在循环往上走 在循环往上走 头部这个拉回来 你看趁拉回来找买点 头部趁拉回来找买点 你看它也长到738 都快要过高了 头部这个最高还长到738 都快要过高了 高点在哪里 739 739 今天只有拉到738了 现在还要738了 有没有 那这种结构都是拉回来 注意它的买点 6245的立端 6245的立端 这个结构应该还是一个多头循环 持续向上发展 这个应该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问题 这6245的立端 6245的立端 好 那我们来看网通的族群的 这个部落位 部落位 我说从60.6这边 这一组跌到40结束 要往上走 有没有 结果后来 拉两个涨停 8月5号涨停 564然后涨停62 我说结构就变成了 那一段在这里 本来那一段在这里 40.45 这个结构你都要对应一下 就是刚开始 比如说这一段叠完 60.6到40.45是这一段 60.6到40.45这一段叠完 它有个12345波 就是日线 你看得错它12345波 对不对 小时线 我把它画得更细的 细微波 它里面这个 它是12345波 这是要有个小细微波 有没有一样它是12345波 就是这边12345波 好 讲40.45 有没有 40.45 好 往上走 往上走 走到539 然后那边又整理一下 往上推了这两根 有没有 我说这个结构应该这是一个初生段 开始发展成一个初生段 拉回来2 然后现在往上走这个3 往上走这个3 有没有 然后后来又冲高到649 稍微休息一下来 3163波位 老师他这两天好像停在这边 停在这边没有问题 头部停在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他这个停在这边 我说他这一组迈动 你现在这个一个初生段结束 你这个第二波 你这个第三波 应该我判断不会那么短 它是3自1结束 3自1结束而已 你看他小时线 就这一段 12345波 它是一组迈动结束 那一组迈动结束 他拉回来大概刺椅子上去 也是很漂亮 也是很漂亮 我们跟你谈的 不是说他今天掌停板 没有 他今天拉回来 那拉回来怎么样 结构有没有变 没有变 结构有没有变 没有变 那没有变 你看他小时线这一段走完整理 对不对 那整理再推另外一个 那日线来看这应该是3自1而已 这边1 然后2 那是3自1 然后整理一下3自3 单计两块钱 头部这个他表现那么亮丽都是 其实之前我们都已经有抓到 也都有判断说 那个有些第二季的营运动员都很强的 有没有 都两块钱的那种 那时候股价都还四五十块那种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我说我找出几档来 有好几档来 好 这3163的波罗位 目前高点69 可是这个高点应该不会是高点 应该不会是高点 你看单计两块钱 也是它成长上来的 合理股价应该大概在哪个地方 我讲了N次了 头部讲了N次了 我说一般两块钱的股票 一季两块钱一年就大概八块了 平均八块 八块的话大概股价大概100块 那如果说一个多头市场 可能都120 130 你比较像是空头市场 可能掉到八九十 还要看它个别的产业 如果成长性那可能到130 140 高原期摔下来那可能剩八九十 大概就是那个价区 大概就是那个价区 那这个六十块而已 头部是六十块 而且它是从 营兵动能是从底部这样 大幅度成长上来的 这个你要去区别这一个重点 所以我说它有机会 它这个是出生段上来 这是第三波三之一而已 头部是三之一而已 三之一而已 那你可想的是三之一 接下来三之二 三之三 三之四 三之五 然后第三波再来结束 然后再做一个第四波 改天还有一个第五波 就这么简单 好那就是我说的 它是一个多头循环 它是一个多头循环 我们跟你谈的都是有所本 那凭什么 头部你自己看它营兵动能的这个表现 就很清晰的头部就很清晰 好 这是三一六三的波罗威 你不要被它看 很多你眼光你要放远 你看今天如果去做那网络 不是 头部你不要去过度追高 当然我们不会去买那种 这种六十几块 你这种先逢低布局上去好 它就像一样 还在获利虚报 还在获利虚报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你如果去追高的 那当然就辛苦了 我一直想到那种个股 你进的点会很重要 会决定你能不能 这档个股能不能赚到钱 是重点 你如果去套住的话 假设你买在是63 64 你套住不得了 跌了五六块钱 改天它再上来 要准备要冲的时候 一上来你的成本价 第一时间照那杯 跑掉了 为什么 怕到了 可是不是 我们是布局 上去是没跑一趟 没有多跑一趟 下来我们还是怎样 还是在获利虚报 那还是在获利虚报 你再上去 我们一样可以赚得到 可以报得住 你懂什么 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那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如果是追高的 可能就又要再等着解套 那这个应该是 我是认为没问题 因为它才三之一结束而已 才三之一波结束而已 好 这是3163的波罗威 那中壘 你看这个初生段很大 然后一个整理 那第二 那现在是主生段了 这是比较大急速的 那当然它走的过程 会涨涨跌跌 我说你不要去追高 拉回到占买方 这个连拉两根然后上去 然后第三根 我们把它出得漂亮 出得漂亮以后它下来 下来 我们都会注意它下来的买点 注意它下来的买点 以后它又上去涨停 它又冲一点点高 你又不要追 它又下来 下来还注意它的买点 它又上去 那这个就 818号涨停 101 106.5 今天再高一点 107.5 那当然这里就不要追 可是注意它拉回的买点 一样注意它拉回的买点 538%的中壘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整理结构 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整理结构 这边第三波 大主生段第三波正式起推 那当然推一小段 它会小整理一下 这个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 这是538%的中壘 538%的中壘 好 那这个叫底部转墙 头发这个底部转墙 现在目前 目前我们只剩下这一档 长龙 之前有一档4919的新唐 也是出得相当漂亮 那一档4919的新唐 那个底部转墙的个股 那个我们买111的 出在135这一天 出得相当漂亮 135完它就跑到102 这我们是台湾布局 那如果说再打底完 我们也有可能再买 目前没有 那目前只有一个长龙 可是我说现在又加进来 因为现在已经V4 已经更确立 而且还走那个小组生段 这个底部转墙的个股 明明在会 我就会 它有的已经整理得差不多 已经在启动了 那个都是我们的标的 所以这个标的会 慢慢的会增加 应该我大概有找出大概 五六档准备一档一档来布局 有五六档准备一档来布局 那现在目前唯一剩下的是一档 二六零三的长龙行 长龙 长龙不是长龙 长龙 长龙这个底部有没有 一四七 这边往上走 我们那时候是买八七 也是慢慢涨慢慢涨 这种比较慢 比较慢 一零二 一零六 最高到 今天还有高 一零六点五 大概二十块左右 也还不错 都会也还不错 二六零三长龙行 这走得很慢 可是你获利续报是还好 就抱得住 你不要被在那边套路 然后在那边抱抱抱就很辛苦 你在获利续报当中 心情是愉悦的 虽然说长得慢 赚得慢 可是至少说还不错 还有赚快二十块钱 一支一张 不大了快要二十块钱 对不对 八十八到一零六点五 好 这是二六零三的 长龙行 长龙我每次不好意思 讲错我每次都讲错长龙行 长龙海运 长龙二六零三 长龙好 那以上 我说这个初春段 我们没操作没关系 拉回来 拉回来我们会站买房 八十四号站买房 一路二三 六八七 六九一一 今天就高一点点 七零点四 七零点四 五二四三 五二四三 这个营兵动力都很强 然后这一段 这一段是一个初春段 它这个拉回来差不多 你这个地方如果说 它多挣一点也无所谓 或是直接开始走第三小坡都一样 我们就主张就说 那个是一个接下来的未接 它是一个第三小坡 三就是一个主生段的结构 那个我们会比较喜欢去操作 我比较喜欢去操作 因为它走的会比较明朗 走势会比较明朗 这是五二四三的以胜 以胜 时间不太够了 好 来 没关系 来 我说现阶段 头部现阶段这个 名门正派底部转强的个股 又增加了五六档 一档一档都会慢慢的一个 来 带会员来布局 跟上脚步来 跟上脚步来 因为现在未接已经 小组织团已经在往上走了 盘式结构 所以这个一掌难迭这个结构 头部这个你要把握 头部要把握 第二阶段 这最后两天的机会 头部最后两天 最后两天 就这一次 最后两天务必把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目前台股盘式 已经进入一掌难迭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头部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目前台股盘式已经进入一掌难迭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头部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达头部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3日份的食物 飲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痕灾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般超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痕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喔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 快到节目现场了 你看看 头部这个结构 这么漂亮的架构 一个初生段议长男的结构第二波 他现在往上行 再走一个第三小波主生段 这整个结构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也在规划当中 而且现在进行是正在运行当中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你怎么可以错过 但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这种架构 我说这个第二间半价这个 最后两天的机会 最后两天的机会 务必要把握 来电下询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目前台股盘市 已经进入一掌难跌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投顾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吊干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目前台股盘市 已经进入一掌难跌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投顾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多小便 也有点赞 关注 你的 解析 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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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费